Excel的所有动作,其实主要就是利用VBA里面的物件 那物件我刚刚提到就是从Excel这个城市开发领域参考里面的物件模型参考是这些蛮多的一堆 不过不是每一个一定当然你都一定会用到 当然你需要的时候你再去找出来那个物件 你每个功能对应到的物件它都会显示出来 那另外就是说呢 那有些物件如果不了解的话其实用录制剧集有时候会显示出来 它会告诉你用哪个物件可以做什么事情 那刚刚我们用到Application物件 那Application物件里面能做什么 其实就是物件成员 那你点击它一定有方法 OK就底下这些方法可以做什么 属性的话呢就是设定它一些相关的状态 那其中的话呢当然你可以看一下 当然Application值的就是Excel 所以你会发现它这个代表整个Excel的应用程式 那能够做什么呢 其实主要你会发现这底下都有相关说明 比如说其中常用的像是什么 比如说我要像之前有同学说 怎么样传递一些组合件给那个什么啦 给应用程 给Excel啦 也许你要send一些指令的话 其实也可以用send keys 或者是说呢 还有同学问他说 可不可以什么时间 一段时间怎么样 自动呢 特定的时间发生的时候呢 自动去处理 是执行某一个 某一个程序 比如说呢 你可以像闹钟一样 每天的几点几分 去做 去执行哪一个程序 OK就有点像 来时间到了就做 时间到就做 不过前提是什么 你的 之前的同学有问过说 老师那Excel要不要打开 还有同学问过说 老师那电脑要不要打开 当然要啊 因为呢 它一定要执行 而且电脑一定要开着啦 然后Excel也一定要开着 如果没开着 当然不能执行 如果有开着 那你去执行 on time的这个方法的话 它就会有点像闹钟 几点几分去帮你处理 去执行那一个程序哦 所以如果 比如你每天几点几分几秒 要自动怎么样 自动帮你把那个一个工作部里面的所有工作表 自动分开来寄给每一个人的话 那这样的话呢 刚讲的动作 就可以利用on time的方式来处理 另外除了说呢 可以用闹钟 类似闹钟的话 它也可以每隔几秒钟去做一次执行这个程序 那如果你不会写的话 其实底下都有相关的范例 有没有 这边有个什么呢 application.on time 现在的时间加上time value time value这个地方value指的是15秒 15秒钟之后呢 逗点 这后面有个my procedure 这个指的就是说 你的那个sub名称 那像我们刚刚那个sub名称资料剖析 所以你可以在这边加一个什么 资料剖析 有没有 刷引号 那它就会每隔15秒钟 去帮你去做资料剖析 当然未来也许你可以做复杂一点事情 或者是说呢 几点几分几秒等等的 这个当然我们不过如果说你要时间这个地方每机5点钟去执行的话 那你可以什么time value可以给他什么5点钟的完整的时间 他就5点就帮你做一次5点就帮你做一次 那application物件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 其他还有像什么 之前还有同学问到 就说怎么样让Excel 就是说让程式跑慢一点 其实在这里的话 你会发现在application里面有个wait 意思是什么 你可以让程式停一下 就像他之前同学遇到的问题是说 他因为他自动 自动一直不断的是寄发mail 用outlook 物件 呼叫outlook 物件 去在VBA里面发信件 自动夹带工作表给很多人 但是呢 因为他的程式太快了 一下全部都寄完了 那这样子的话 那个email伺服器 会误认为他是病毒 不然的话怎么会这么快 一般人按一下 可能几秒钟之后才会记下一封信 所以他就问说 有没有什么方式 可以让程式跑慢一点 其实答案就在这里 有没有 application.waits 那waits你可以告诉他说 等多久 等10秒钟的话 就是在这边其实就是这一段程式了如果你不会写的话呢你就把这个程式复制贴过去了他这个贴到你指定的那个地方他就会停个10秒钟 但未来如果说你希望停30秒的话啦其实很简单嘛你就把这一段程式把这个数字改成30那他就会怎么样帮你让程式跑慢一点 诸如此类的啦其实我这边举个例子就是说在Excel VBA里面很多地方都是透过物件可以做控制 你只要知道那个物件名称那你就可以对应的去找到他的成员属性跟方法 那这些所谓的属性跟方法就是呢这个物件他能做什么就是这些那如果没有出现的那表示他不能做因为这个就是韩式库的概念啦他是已经预先写好的东西给你啦那如果没有你可能要找其他的方式 就这些而已OK好那再来的话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大概讲一下有关那个fk的物件的大概概要哈再来的话呢 那如果我今天希望怎么样把这个8这个数字变成一个什么呢不是固定的而是藉由什么呢我去侦测 侦测什么呢侦测那个我的假设啦哈这边就是侦测A栏的最下面列好因为我们组一定栏位里面一定会有Key啦组Key嘛Primary Key哈一定是要有资料的那你要侦测一定要有资啊你不能中间空一个啊你去侦测那个 中间空下来那他会卡住啊那这个所谓的侦测用的功能类似像我们游标放在这边Ctrl向下 有没有他会停在哪里呢停在这一个范围的最下面OK那Ctrl向右这个范围的最右有没有上下左右那其实呢这个对应到Excel的VBA 其实就是什么转写1我们来看一下基本上写的方法哦我在那个我要侦测的这个 上面一栏空一栏那栏上面的话我增加一个变数叫r r等于什么呢从我哪一个储存格呢比如说我从range 储存格哪一个储存格呢 那A1的这个储存格我从A1储存格向下追踪Ctrl向下那Ctrl向下呢在ExcelVBA里面就是and 前刮弧呢会跳出那个上下左右and然后呢我就抓到向下 在一个后刮弧点什么呢点rowrow的话呢指的就是哪一列OK意思就是说呢我Ctrl向下之后 请你把现在所在的那个位置的列帮我返还回来给这个r 所以他会程式会这样起来就是会把这个追踪到的这个结果丢到r 意思就是11会丢到r里面了所以这边的话会是11那11的话我怎么把这个8给改成11呢 那当然你不能直接把r放在这个位置因为这个r是个变数你如果要把r放在跟字串 串接的话那会有固定的规则一把8给删掉 2的话呢请你哦如果说你要串接一个某个变数的话一定要用串接符号and 控一格那m的前后一定要控一格那再把什么呢这个变数呢放在后面就可以了 那它的逻辑是这样啦它会把那个追踪到的这个列 第11它会是个数字11放在r里面所以r这个变数啦那变数呢在VBA里面它不需要宣告直接就可以用了OK 当然你如果要宣告OK啦不过我的习惯是反正不宣告都可以用那就不宣告了 然后呢我把11放进来之后的话未来如果你要串接r的话它遇到一个and的符号and符号是自串跟自串串接的一个符号 那可是后面的话呢是一个数字11的话那你如果放在and的后面它会自动帮你把11先转成什么 11的自串再放到这边所以它放到这边的话就变成11的自串 然后再跟什么跟前面的串对吧B2冒号再串一个11进来就变B11了 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自动呢就可以侦测到我们要的下面的讯息了那底下也是一样 我如果把这一行这个可以直接拉Ctrl加烂住吧那就复制同一行到底下把这边也一样改成什么 范围一样改成and 空一个r OK那其实像底下这一行select会产生一个selection 其实这样写我觉得有点太麻烦了一般习惯是这样干脆就直接把它变同一行就好 因为它这个是一个动作产生的选举物件 所以通常其实这个可以把它删掉了直接这样就可以了不需要select再selection 直接把那个后面这个动作放后面或者你打完点下去也可以吧 一样有没有这边clear content 直接怎么样呢指定这个范围做清除就好了不用在选取在针对那个选取区做删除 你干脆直接把那个范围删除就好了嘛 所以这样会比较直接好那做完之后我们来试试看 这个部分的话呢当然如果你不确定你可以在这边设中断点 我把它按下去你会不然停在这里那这个地方的话呢当然 你游标放在前面它会告诉你11有没有那11的话呢你可以按F8 它会把这个11的值哦后面东西丢到前面 所以R现在也变11了那再把11放在这边来跟前面串接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把它执行 执行切割有没有这样没问题 True 好那清除的话基本上一样执行的话那当然一样它会抓到 现在下面的列好然后一样怎么把资料清空这样OK了 中断点可以拿掉如果你确定OK的话那这个地方 当然直接按下去它就自动OK了那当然如果你未来 变更好了又变回来你会发现它就不会往下 它会自动抓到OK所以刚刚的部分的话主要我们是利用什么呢 利用追踪的这个技巧那这个在前一个阶段入门班其实也 我讲的蛮多了所以这个我想可能要熟悉很重要来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利用自动追踪到那个最下面列把追踪的结果返还 这个方法可以用到很多地方上面反正你只要一个范围里面 只要是不确定哪一列的话通通都可以用这个方法 尤其是将来你用录制聚齐录完之后啦那个范围它只会给你固定的范围 如果你固定范围那就会有错了所以未来如果常常遇到的就是那个范围的最下面一列 假如要变动的话那可以用一个R来代替